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初博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初博说,你看米兰是浇多水了嘛,现在呢 你别这样拍照片,你光看底下没有用,对吧 你比方说你要去看大夫了,啥了,大夫就这样往下瞅啊,就这样瞅啊 他得看整体吧,他得往文文清,你光给我拍这个,回答不了初博 你们在提问问题的时候拍个整体的清晰的照片 包括你们后台选题也是啊,让他再拍一张照片,拍个整体的呢 你拍下面这个,什么恢复,恢复什么样的,说的什么都看不懂啊 像周博说,钱串子,这个叫金钱术,你们喊钱串子 是水大了,还是黄斑兵啊,这个就缺肥了,略微的有一丢丢的缺水啊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多浇那么一点水就行了,这个怕水大,水大了也容易了 吃一点肥,好吧,就缺水缺肥 像周博说,10月份的百合爱沙,长着长着成这样的什么原因啊 冷了,看样子像是冻的,周博 百合也怕冷嘛,有的周博说,你不是说可以过冬吗 是的,它的肿球可以过冬,不代表它上面的叶子和花朵可以过冬 我看着像是冷了,那冷了怎么办啊,周博 你就正常的尽量给烛光照就行了 尽量的给烛光照,有条件的话,提高一下温度,好吧 像周博说,我家刚搬家二十多天,就大量的掉叶子,啥原因啊 那个花盆,那个花盆,你一定要明白,不论养什么花,盆和土一定要透气 一定要排水和透气,就是没有氧气根系是绝对不生长的 任何植物的根系生长都需要氧气 氧气才是植物最好的生根剂,明白了吗 你这个就焖根,焖根怎么办,根都不好了,它长什么叶啊,明白了吗 现在你有条件的话,可以把这个花盆稍微弄一个,想办法让它透气一点 自己想办法吧,这个没别的办法 下个臭宝说,长寿花分枝了,花苞蔫了,怎么回事 拿剪刀给它剪了就行了,那是节外生枝,你看花谁还看下边 你试这个道理吗,你上面好就行了吧,你老揪着下边不放 你要知道植物有顶端优势,对吧 这种属于是节外生枝,你可以给它剪了,还蔫了怎么办 你不剪它自己也蔫,懂了吗,粗宝 要不说记得点按关注啊,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解答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养花最人一,白了粗宝 嘿嘿嘿,嘿嘿